大家早上好 我名叫洛青 好 你們看我 我今年已經是5STARG人物了 50有多沒有得找了 然後呢 我是一個從19歲做工作到50歲的人 在一間公司 Panasonic 做了30年 我為什麼會來做愛康 就是從2007年的Winners night 我的那個上線呢 他們來帶我去看 我說什麼來的 叫我去聽唱歌我也不要聽 叫我做direct sale 哎呀我很忙的不要 我不要啦 他說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結果我一去到呢 我已經miss了很多好節目 不過其中一個節目呢 剛剛好給我看到 就是呢 百萬黃光成醫院的分享 所以我就講 真的有這麼好嗎 這樣我就開始呢 來吃一下產品 因為我有啊 接近30年的胃控 我以前呢 是不知道肚子餓是什麼味道 一做了工呢 胃痛就早上門了 因為一直做很忙的工作啊 不會吃不會喝 所以呢 然後我呢 也很固執的那種 我不吃藥的 我就是讓他一次痛 有嗎 一個晚上痛 痛到要睡覺睡覺 忘記到明天早上咯 哎 好了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呢 我就來啊 吃這個蘭澡 吃吃一下呢 不知不覺呢 就好了 這樣我就很興奮咯 就開始呢 跟身邊的人有嗎 來分享說這個蘭澡呢 怎麼樣治好了我這個 30年的胃痛 有沒有還有再來呢 就是因為啊 我看到啊 我的上線 我其實是來自啊 紀蘭丹阿琳的組織 哎 這麼年輕的女孩子 27歲 我認識她的時候 已經可以賺到 我 在Panasonic做 30年的幾倍啊 你們想想看 哇 我心裡面想 我要矮30年了 她做愛康三年 就可以高出幾倍 到底是怎麼做呢 有沒有 因為我 我做那個Panasonic 太忙了 我沒有張開我的眼睛 到外面去看看 其實呢 我10年前 從Kotabaru 穿射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愛康的logo 因為我就住在這個 愛康總公司的附近 我說這個是粉紅色的蝴蝶 我每次跟我的孩子講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其實曾經帶我的孩子去Sanry吃東西 有嗎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一直問他們呢 什麼 這粉紅色的蝴蝶是什麼 今天我才知道 那個是新年新的文化 愛康 真的是相逢恨晚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再來呢 就是我也想改變 因為我做了30年 到今天 我還是一名工人 是嗎 講得好聽啊 老臣子 講得不好聽 哎呦 沒有人要你了咯 新人來了哦 又便宜 有嗎 又大塊又便宜哦 你的老東西啊 有嗎 貴了人家嫌我們 OK 所以呢 我就想呢 我要從我自己開始 我不要我的孩子再重複這種生活 知道嗎 到30年 做了30年還沒有自由啊 沒有時間自由 也沒有的 出國旅行 有沒有 所以呢 我才會 這麼有嗎 到了50歲 看到這個機會呢 我也要這樣子緊緊抓住 雖然呢 我到現在呢 還是只是 sometimes 還不成得上part time 可是呢 我呢 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一有機會我就抓到機會 我就講 我這一個月裡面就上了經理 三個月呢 快到可以去昆明 你們知道嗎 我去昆明是多麼的興奮 多麼的開心 第一次 可以 你看工作30年 第一次免費去旅行耶 你知道嗎 哦 再來呢 就是呢 給這些螃蟹燒到啊 啊 那個miss Greg啊 有嗎 那個這麼忙 這麼低調的老闆娘 有沒有 可以三年呢 賺250天 250 沒有花到放在銀行 這樣子買一輛車 再來呢 就是喔 給那個上線一直帶上來的 一個個草工人啊 都可以在艾康 從300元的收入到3000塊 你們想想看 經營人嗎 對嗎 他們可以 我們也可以 對不對 啊 我們就不應該覺得 欸 他們可以 我們的條件不夠 我們每個都是有條件的人 我們都可以 所以呢 我想在這裡呢 啊 告訴大家一件事就是 我們呢 真的是要喔 多看 多學 啊 尤其是我 雖然我是年紀是50歲了 比好多好多人都 老 可是我不承認老 我要重新出發 啊 從艾康的幼兒園 開始跟大家 讓大家一起在艾康 來學習 來成長 OK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